你有用街口支付、全支付或玉山钱包吗? 你知道这些台湾的电子支付 现在在日本也能用了吗? 前一阵子啊,日本PayPay宣布 与这三家电子支付业者合作 从此以后,能用PayPay的地方 也都能用这些电子钱包来付款啦! 使用电子扫码付款 不仅可以省去现金换汇的麻烦 还不会被扣1.5%的信用卡手续费 手机一刷,轻松付款 可是阿摩,现在不是已经可以用手机 绑定西瓜卡和EQ卡这种交通卡付款了吗? 还需要用PayPay吗? 虽然西瓜卡绑定手机很方便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地方都可以使用交通IC卡来付款 但主要支援iPhone用户 而且还是有些店家不支援IC卡哦 像是一些传统老店啊或是比较郊区的观光景点 而PayPay是日本普及率最高的电子支付工具 市占率逼近70%呢! 可以说几乎是人人都在用 有支援的场所和商家也多达410万个 目前与PayPay合作 而且已经正式上线的台湾电子支付业者是接口支付 所以啊,今天这支影片 阿末就要来分享如何在日本使用PayPay连结接口支付付款 有什么优惠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 也会补充分析 另一个也能支付消费的手机版西瓜卡 两者有什么不同 好了吗? 影片开始咯! 阿末先介绍如何在日本透过PayPay连结接口支付 首先下载接口支付APP并更新到最新版本 不用另外下载PayPay的APP哦! 消费全程只需要使用接口APP就好咯! 安装好后进入APP里的设定 把我的位置切换成日本 接着到店家消费购物时啊 只要认明PayPay的logo 就可以在结账柜台打开APP 跟店员说PayPay的就可以啦! 扫描店家条码后输入金额 APP的右下角也会显示汇率换算后的台币金额 付款成功后再将页面出示给店员看即可 因为是消费者自行输入金额 可千万要小心别按错咯! 在日本使用接口支付APP呢 消费金额是直接从绑定的银行账户扣款 而汇率则是依照Hivex平台的集齐汇率来计算 因为不是信用卡交易 所以也不会被扣1.5%的海外交易手续费 很不错吧! 然后啊!影片开头! 我们有提到PayPay在日本的普及率很高 而且能够用PayPay付款的店家 也能够用接口支付! 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看和西瓜卡比起来 究竟多了哪些地方可以使用吧! 首先是便利商店 这个差异比较不大 西瓜卡有支援的连锁便利商店 几乎也都可以透过PayPay来连接接口支付付款 接着是超市 除了常见的连锁超市之外 一些少见的小型或地方超市也都能使用PayPay 再来是妖装店 算一算多达31家的连锁品牌 餐厅更是多达81家 而这些店也都可以使用PayPay 紧接着还有像是G9屋、家电量饭店、书店、服饰百货 大型购物商场、饭店和旅游公司 光用看的都要眼花缭乱了 真的是想得到的消费活动 大部分都能透过PayPay来连接接口支付付款哦! 看完使用方式以及这么多可以用的据点之后 阿牧接着要和大家分享 PayPay跟接口支付合作的优惠活动 到日本旅游消费时 经常会听到店员询问 需不需要累积点数或是使用优惠券之类的 而这些活动其实很多时候都只适用于日本的APP 如果没有日本的电话号码 通常也都无法注册办理 不过现在有好消息咯! 如果在今年底前到日本消费 透过PayPay使用接口支付的话 每笔交易能够拿到5%的接口币 可以折抵消费金额 再来一把令指定账户 用接立存账户付款的话 还享有3%的回馈 总回馈最高可以达9.5% 超吸引人的啦! 希望这个优惠活动能够延续到明年! 如果未来接口支付或PayPay有再推出新的回馈金活动 阿末这边也会持续跟进 和大家分享最新消息 别忘了密切锁定我的频道哦! 看完了PayPay接口支付的介绍之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阿末阿末! 请问接口支付可以保定信用卡吗? 如果保定银行账户 是不是户头没有钱的话就不能用了? 从目前官方提出的使用方案来看 只能绑定银行账户哦! 所以使用前要确认户头的余额是否足够? 还有像是接口支付这类数位电子支付 是使用网络进行交易 所以也要留意自己的数据流量限制哦! 如果网络是买eSIM卡的朋友们也要记得 购买前先跟电信业者询问 是否能够正常使用行动支付APP来付款 因为目前确定能够正常付款使用的 只有中华电信的eSIM卡 大家购买钱可要多加注意哦! 透过配配连接接口支付付款 最大的优点就是支援的店铺真的超级多 而且还有优惠活动可以搭配使用 但是只能绑定银行账户的话 就会有前面提到的账户余额问题 所以建议大家身上还是要备着 少量的现金或信用卡比较保险 如果未来能够开放绑定台湾的信用卡的话 一定会更加方便吧! 另外因为是从绑定的银行账户扣款 所以也无法像现金或双币卡那样 在日币便宜的时候先换位起来 这点还请大家留意哦! 阿末阿末我要去日本玩 到底数位西瓜卡比较好用 还是透过配配连接接口支付啊? 可以帮我们做个整理吗? 两者还是有性质上的不同 西瓜卡的本质是交通卡 有附加消费支付的功能必须先除值才能使用 如果要当成金融卡使用必须算很准自己的总花费 不然用不完的话就会很心痛 因为目前必须要有日本的银行账户才能申请西瓜卡的余额退款 如果是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才加值 也会很繁琐不方便 而透过配配连接接口支付就没有这个问题啦 直接从银行账户扣款功能和金融卡一样 刷多少扣多少不用再另外除值 再来是使用方式 西瓜卡是绑定信用卡除值 所以属于信用卡消费会有刷卡手续费哦 而且目前限制只能绑定iPhone 安卓手机目前只支援日产日规 刷visa信用卡也是问题多多啦 另一边 配配是和台湾电子支付APP整合 所以就能绑定台湾的银行账户 免去使用上的限制 接着是设备状态 用手机支付固然方便 但也有一些小地方要注意 例如要消费的时候发现手机没电 或是网路流量被限制 配配是使用APP支付 所以没电或没网路就真的GG了 但绑定西瓜卡的iPhone有个很厉害的功能 只要将西瓜卡设定为快速交通卡 即使手机没电 非使用者自行关机 在一定的时间内 还是可以支援西瓜卡感应付款哦 2018年以后的iPhone机型都有这个功能 最后是优惠的部分 西瓜卡几乎没有什么消费活动 不像配配有更多的可能性 像是接口支付已经推行的超高趴回馈活动 而且还有其他台湾电子支付即将跟进 在日本也能使用 说了这么多啊 每个电子支付工具 其实都各有优缺点 大家可以衡量一下自己的使用需求 再去做选择 如果想要了解双臂卡 或是日本交通IC卡绑定手机的教学 也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影片哦 之后等全支付 玉山钱包正式上线 在日本也能使用的时候 阿末也会再做攻略跟大家分享 最后记得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Mok玩什么 最新最适用的旅游资讯哦 我们下次见